李女士罹患糖尿病13年 虽经有饮食 运动及胰岛素注射治疗 但糖化血色素却一直控制不稳 在医师的建议使用感应贴片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 饭口血糖有明显的改善 连续血糖监测感应贴片 是由医疗专业员员安装 持续且自动的监测皮下组织中的葡萄糖素质 并记录在手机中 了解日常生活血糖的变化 有助病患达成健康生活形态 这个工具现在已经慢慢到 连病人的手机都可以看得到 自己的血糖数据 让病人了解自己的身体 让病人来主动控制自己的血糖 糖尿病人口逐渐年轻化 目前健保已针对符合条件的 第一型糖尿病患者 每年有至少两次连续血糖监测给付 血糖与饮食 睡眠 运动息息相关 持续观测并维持血糖素质稳定 才能轻松有效地管理健康 新唐亚太电视王源赵阳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